大家好,欢迎回来北美生活 今天给大家测评一个榨汁机 并且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这个榨汁机究竟怎么用 我终于迈进健康生活的第一步了 买了一个榨汁机 因为最近是加拿大的 其实是美国的黑色型地步 加拿大很多商家为了抱着这个机会 他也会进行很多打车 这个就是在加拿大本土一个叫做Superstore的一个地方 他那一天省了12%的税 然后呢所有的这个厨房用具有20%的这个 20%off 所以就非常的划算 那我买了这个牌子呢叫做Magic Bullet 那这一款呢叫做Nutri Bullet 那大概就是这个营养的这个子弹头啊 然后它是Pro 为什么是Pro呢 因为其实它是有三种的 一种呢就是最基本的 然后就是这款Pro 那最高级的是RX 一个呢是有点贵 第二个呢它里边还有一些这个加热的方式啊 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给你不同的杯形 大家看到这个杯子其实 呃看上去像是这个 呃喝水的杯 没错它其实就是这个size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款呢它不是说打起来很多 然后你需要分开倒 它就是一个杯子 你打完之后 你就可以拿走喝了 非常方便 那我们现在打开 开箱测评一下 我今天打开箱测评一下 那么多小时 等会儿的 我现在打开箱测评一下 我今天打开箱测评一下 我现在打开箱测评一下 那基本上我桌子上呢,现在就是我们开了包之后 开了箱之后,开了箱之后 摆了所有的东西,当然除了这个我自己的水杯以外 那么我们现在呢等于有两个杯子 一个杯子呢是没有写具体多少毫升 但是这个好像是一升的 那这个呢估计是750毫升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有这样的配件 就是说你可以拿着它,拧上之后呢可以去喝 然后呢或者是这种普通的放上去也可以 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种可以户外啊 打了这之后就受安全了,这样可以做 那么这个也就是最关键的 就是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刀片 那大家看到这里面也告诉你 千万不要轻易的拿手去摸 我刚才摸了一下其实觉得还好 但是千万不要太大动作,OK 那么其实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把它把它,哎,这样 哦,当然的是先要把东西放进去 然后这个,拧紧,拧紧之后 把它直接倒扣在这上头 这三边呢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透明的这个东西啊 只要把它放下一按,然后顺着这个方向一别 哎,稳如泰山,泰山不知道 反正是挺稳的啊 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开动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杯 虽然我没有任何做这个健康的这个经验啊 那所以我决定少做一点 那我今天选的这个食材呢就是这样的 我们呢为了安全起见呢 不做这么大杯的 我们做一个小杯一点的 比如说我们做,我们就用这个杯子好了 然后呢,然后我们这两个都把它拿下去 这个拿下去,然后我们今天放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放的是优格 优格呢我选的是无味的,就是原味的优格 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香蕉和香蕉 那把它们切好了之后 然后呢,我怕味道不是非常的讨喜 所以我决定了再放一些蜂蜜 然后呢,就这样做 那这一次呢,我是秉着不多放啊 我怕放着放着就过瘾起来了 就放很多 那这里有一个max,就是告诉你最多不要放这么多 ok,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首先呢,放一些牛油果进去 ok,放几块 然后香蕉,放两块 不要说我吝啬,是因为真的不知道好不好喝 ok,然后蜂蜜 蜂蜜就是一般超市买的蜂蜜 我也不知道放多少,就随便放点吧 很像这个东西,不贵吗 然后就是优格,优格呢,是我在 蒙哥华这边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人市场的一个 国外的一个超市叫做 叫做嘉连超市,然后我买一下原味 当然这种品牌很多地方都买啊 稍微搅拌匀一些,然后放一点进去 看上去稍微有点恶心 然后我放点脱脂牛奶 还是不要超过它的警戒线就好了 因为是脱脂嘛,所以还是比较健康的 那我决定放到一半 你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 是Max的一半 然后我把它放回去 我已经通了电了 那由于这个呢,它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开关键的 所以当 当你把它扣下去 当你把它扣下去 转,转好了之后它会自动运行 那至于运行多长时间呢 那我呢,就是看看情况吧 我估计是20秒 先试一试,好吗 我们把它扣下去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解压啊 大家一次啊 好,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太多了 其实大家都没有必要把它 转一下掐住 只要挖一下一按 它其实就开始了 如果你的东西不是很多 而且非常软的话 其实这样就已经可以了 那我现在呢,拿一个杯子 倒出来 或者是我直接可以拿着喝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可以拿着喝 把它拧开 哇塞 一股说不出来的 难以 难以形容的 不可描述的味道 不错,尝到了通往健康的第一步了 踏出通往健康的第一步了 那今天就这么一个简单测评 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我觉得机器呢 非常简单好用 希望大家跟我一样 可以卖向健康 走出踏出第一步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如果大家喜欢 就直接给我留言 好吧,拜拜